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大家好我是阿麵 我是阿麵 今天你們來到了 一鍋視頻學會兩鍋菜 一鍋小酥肉 一鍋黃門小酥肉 開幹 準備一塊夾食肉 清洗 如果喜歡吃半肥半熟的朋友 就選擇這個烏花肉 我喜歡吃熟的 吃肥的容易胖啊 先把肥瘦分开 然后再去皮 再去片一下 切成条条 先把肉腌制一下 放点盐吧 少许白糖 花椒粉 料酒 搅拌均匀 盐一定要少一点 我们等会儿还要降门 腌制十五分钟 再来调个面糊 放到玉米淀粉 放一点点盐巴 再放点花椒粉 喜欢麻的多了点 再打入两个母鸡蛋 再搅拌均匀 淀粉多了就加点水 烤三个可以拉四就可以了 准备点腐来切点姜蒜 再切点青红椒当配菜 切成菱形片 还有个土豆 切成菱形块 放入清水浸泡 还有碗泡发好的香菇 链子好好开始挂浆 一点挂到这个程度 轻都挂不上 老肉帮嫩的 阿刚点火 要得看看 烧油 六层油温开始炸肉 要尽量给它摆成哈 要用小火慢慢清炸哈 火大了就要浮 先清炸五分钟以后 先捞出备用哈 马上再复炸 油温回生八成日 再复炸一边哈 复炸四十秒以后 乘出备用哈 这样的小薯油就做好了 来吃火锅 就让我加急吃回哈 再添个黄门姜 生抽 黄豆浆 甜面姜 一瓢瓜 蚝油 加半菌也不用 砂锅烧油 油再下个姜蒜 再放入调好的黄门姜 放入香菇 泡香菇的水 土豆 酥油 再加烧热清水 炸好的转小火 满二十分钟 酥油炸好的就可以吃了哈 嗯 非常的脆啊 再放入青红椒 再放入青红椒 再蒜两分钟 再放入水圆葱 再一份香气是一粒 黄门小薯肉 送给大家 就这个黄门小薯肉 点了赞的朋友 要学不会哈 我买这肉去你家里边帮你做哈 你们 来娃娃清人 要得开个 来 先吃香菇 我觉得香菇很香 来香菇香菇 香菇又一根深的好吃 嗯 大年龙的好吃 比这个小味 哇 要是真香啊 好吃吗 非常浓郁的酱香味啊 哎 舒服 哎呦 好烫 哎呦 这个酱焖我以后啊 这个酱香味就浓郁的 但它就不酥了哈 这个味道香菇 哎 喝一碗了 要饭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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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香 你香菇比小鸭子香就香 是吧 太香了 你不咱们这种香菇一般拿来撒鸭子呢 撒鸭子了哈 你还大了 那人怕还贵点 哎 那人怕贵点 要贵点 小香菇要好吃点 太好吃了 但是它又有趣了点哈 太烫了 嗯 太烫了 哈哈 不是说什么意思吗 说上烫的还是嘛 那还有点技术还能啊 哈哈哈哈 哈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喜欢佛罗生 请观众们 观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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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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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